像这样人物从PPT立起来的效果 绝对能让人眼前一亮 不仅可以展示整个团队 还可以单独介绍每一个人物 首先做好一个团队介绍的PPT 注意这里的人物都是已经抠好的图片 我们先复制一张这个幻灯片 将所有的人物全部删除 然后同时按住Ctrl加Shift加X 截取整个屏幕 同时我们再新进一张空白的幻灯片 将截图放到PPT中 选择彩剪为16比9 然后将截图铺满整个页面 这样一个尾PPT界面就做好了 接着我们再将所有的人物图复制 粘贴到这个尾PPT界面中 新组合一下所有图片 调整一下它的位置 然后我们再复制一张这个幻灯片 然后选中这个尾PPT的截图 右键选择设置图片格式 找到三维旋转 选择透视宽松 调整一下它的角度和位置 透视选择65 调整一下歪轴的方向 同时我们再调整一下 整个人物的大小 然后再把底板的图片和文字 复制过来至于底层 同样的将这个底板 也放到上一页的幻灯片的底层 接着点中上一张幻灯片的截图 同样的选择透视宽松 将所有的数值调整为0 这样就回到了一个正常的状态 最后我们选中幻灯片 点击切换中的平滑 这样一个团队介绍的PPT就立起来了 那如果想要一个个展示团队人员的话 将其他的人物图片 调整为相同的透视角度就可以了 学我的同学 记得点赞收藏一下 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